這邊馬上球已經在林舒豪的手上 來看一下 林舒豪 立刻傳出犀利助攻 前NBA球星林舒豪 加盟PLUSLY高雄鋼鐵人後 十二號下午在主場 鳳山體育館 迎戰台新夢想家 進階著林舒豪 現在換成陳振傑 到籃底下 打了夢想攻王子N1 林舒豪加入 活絡了鋼鐵人 全隊進攻 半場結束 已經拿下十一分九助攻 外帶四籃板 幫助鋼鐵人領先十六分 兩名防守球員 陣入一個四十的下 然後現在開始雙方的進攻手感 加溫 儘管第三節夢想小跑車 林俊吉 單節攻進十分縮小分差 但第四節鋼鐵人 楊將克拉索夫發威 中場鋼鐵人就以九十五比八十 擊敗夢想家 還有很多要修正 就是在失誤的這部分 就是我們拉到各位輸的時候 然後都沒有穩穩的打一波 當然第一場會是從幾年的 就是幾年的角度會是最難的 從從經濟以後應該都會比較容易滿多的 就是要讓身體適應 曾經在NBA掀起一波林來風的林書豪 反台加入台灣直籃 絕對能替台灣再掀起一陣籃球旋風 宇人新聞南部高雄市採訪報導 有個喜愛的 可以 呦 然後 開